学会释怀,就是懂得不处处和人比较,人生的缺憾,最大的就是和别人比较,和高人比较,使我们自卑,和俗人比较,使我们下流,和下人比较,使我们浇满,外来的比较是我们心灵动荡不能自在的来源,也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了自我。 照避自己心灵原有的音乐心香,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,但每钓上一条鱼就拿齿梁一辆,只要比齿大的鱼,它都丢回河里。 钓客不解的问,别人都希望钓大鱼,为什么只有你家大鱼都丢回河里呢? 正人轻松的回答,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是这么长,太大的鱼装不下,不让无穷的欲念绝取己心,够用就好,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。 梅是顺血三分半,血血书没一段香,当人们在赤刀宝的自助餐厅,毫无忌惮地吞食,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,取自己够用的,不必贪求,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。 梅花不用羡慕牡丹花,月亮不用去嫉妒太阳,当你停止了抱怨,也就懂得了社会,之所以会抱怨,无非是因为九个字,放不下,看不透,忘不掉。 有对夫妻,结婚后偏偏闹矛盾,于是去见了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,米尔顿埃利克森,埃利克森听把双方喋喋不休的抱怨,说了一句话,你们当初结婚的目的,就是为了这无休无止的争吵抱怨吗? 那对夫妻听了后顿时醒悟,你不能控制他人,但你可以控制自己,你不能左右天气,但你可以改变心情,控制自己的情绪,学会做情绪的主人,这是怀的最好良方。 人生苦短,何必纠缠,就像大层说的,吃穿不用挠头,还有小酒润猴,太阳每天升起,包个啥子嫌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